歡迎收看 大家午安、大家好 春天來了 天氣漸漸的回暖了 不過這時候大家要注意 因為它還不是真的很熱 有時候還會稍微冷一下 所以有的人就感冒了 如果在春天的時候 特別要注意什麼 我們又開始要來 為什麼 春天我們體內濕氣非常多 不容易排掉 你說家裡除濕機還可以 所以體內就要靠 我們自己怎麼樣來補 然後來提升我們的免疫力 當然那個補 最好是用食物當中食補 是最好的 今天我們請到這位特別來賓 就是手非常的巧 然後人又漂亮 然後又知道說怎麼樣補 讓自己不會老 看起來又超級正的 正美 我們歡迎今天的美魔女 梁佑南 哈囉,大家好 鳳姐好 看到你就覺得好開心 就是那個春天來了 好 很舒服的感覺 你看看 我們兩個都是春天的感覺 是 你看這個黃色的 藍色的 這顏色看起來就春天真的來了 對啊 而且你會覺得 你就是在一個很愉悅的氛圍下 不管是做料理 對 或者是在吃飯 或者是跟很心儀的對象 在聊天 或者是我看到你 我覺得好開心哦 我都說又難啦 他在這個戲裡頭的打扮什麼 永遠就是那一種 帶一點貴氣 然後又漂亮 我說你真的是很適合像那種 菲律賓的貴婦 印尼的貴婦 泰國那邊的貴婦 你真的很像耶 因為整個臉看起來蓬乾淨 不是,因為你輪廓 然後加上你的頭髮的感覺 反正除了 我又覺得這個 真的應該是嫁去那邊做貴婦 好 但是我們雖然工作非常的辛苦 但是要自己懂得調適 對,其實像鳳姐 你剛剛介紹的時候 就是因為現在的春天 是 但是有時候 鄉鄉又冷起來了 對嗎 就像有時候我們開冷氣的 可是不行 貝子還是要... 還是要拿出來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站在媽媽的立場 我就說身體、打底、顧好 對 對不對 就是不要吃太瘦的東西 但是我們把它底、溫補好 所以你就算吃得少 營養供 精神體力還是好 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吃了會讓我們精神體力 都很好的一個料理 是西班牙海鮮燉飯 西班牙海鮮燉飯的食材有 義大利米三百克 蛤蜊四百克 草蝦十二尾 花枝一百五十克 肉絲三百克 紅椒一顆 洋蔥一顆 牛番茄一顆 四季豆一百五十克 大蒜五半 檸檬一顆 翻紅花少許 巴西粒少許 會不會很難 會不會很難 聽起來很難 吃起來很好吃 但是不會... 不會麻煩 不難嗎 不麻煩 我們現在怎麼來看你怎麼做 好 我們先起油鍋 好 其實這是一個特色 其實我們很多料理 譬如我們的石井飯 或石井麵 他們放很多海鮮 海鮮、蛤蜊都可以對不對 對 只不過這是用飯下去... 對 剛開始也是用米下去炒 對 可是我跟你說 這就是什麼 一般其實我們台灣人說的炒飯 這是 就是叫燉飯 可想而知燉飯 濕的就是有高湯之類的東西 在米加在裡面 對,你的飯吃起來 比麵更硬一點 比飯軟一點 比較軟的地方就是營養 已經在那個迷你面 我跟你講 有吃過西班牙他們燉飯 有人還故意煮得硬硬的 就是每個人的口感 對 如果要吃得比較濃烈 好 爆香是基本的 是 這個我們... 直接把它倒進去 好 我們爆香 我們可以用... 它叫洋蔥 對,用油 還有肉絲 對 其實食材都很好找 很簡單 因為平常是我們在煮料理的時候 就可以放了 你實在很厲害 你現在有在做鳳梨書嗎 很久沒有做了 我那時候是自己土把煉鋼 看電視覺 不過你也很厲害 我覺得重點就要有這個心 對啦 因為我們家有小孩 小孩也會大 你不可能只有一項東西 要騙小孩 我們做你的朋友也很好 像我們白老鼠 也不是白老鼠啦 就是有時候要做一做 都特別來跟我們分享 可是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食材的問題 有時候我們在外面買 然後你不知道它做的過程是怎樣 但我們如果自己做的時候 就比較放心 開始有香味了 就是先炒好稍微倒一下之後 其實因為洋蔥蒼頭是甜的 你如果炒不夠的時候 它的味道就不夠 所以一定要炒好香氣 稍微透明 對 有時候煮你的時候也會放洋蔥 對 放洋蔥裡面的時候 飯就夠甜的那個醬汁 對,煮湯也是 對 像我們女兒都不吃洋蔥 可是我覺得洋蔥這麼棒 我們家的男生都喜歡吃 所以我就把它煮得爛一點 他就不知道裡面有洋蔥 媽媽多用心 對,我就說生小孩 但是要請小孩不容易 不容易 我們也在學著做父母 其實像現在小孩子大一點了 想法就不同了 像我們家的小孩 不能出去跨年 他們就覺得什麼世界 每個人都說 大學了還不能出去跨年 沒有為什麼 就爸爸說不行嘛 爸爸說不行 我怎麼敢說行 因為爸爸太了解年輕 在玩一些什麼把戲 這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沒玩過 好,這個... 男生就想得比較多 擔心 洋蔥軟了之後 差不多我們的肉就可以下去了 好 好 好,那... 在拍戲的時候 那個類 我覺得是說 第一,要怎麼樣讓自己 有這個元氣來... 來影間面對你的工作 這麼多的工作 是 還有體力的復合 你要怎麼樣那個 所以吃是很重要 對,吃很重要 但是不好 很容易造成負擔 對,像我們常常在拍戲的時候 熬夜 熬夜很容易就會火氣淡 會 對,但是有時候除了喝茶 但是我們在吃飯用餐的時候 也是要特別挑過 然後有時候 熬到你會覺得 對不起自己的內臟 粉乾苦 我常常說很乾苦 但是就是乾會覺得它很辛苦 所以我就 要吃一些什麼的 吃一些讓自己開心的 然後身體吃進去之後 沒有負擔的 那個肉差不多開始 嚼的時候就可以了 好,這個也很棒 對 好 顏色也好看 對啊 其實這個 西班牙燉飯 但視覺上你就會覺得 五顏六色是很開心的 包括人家比較浪漫 這個綠色多一點比較漂亮 好 鳳姐,像我看你啊 每次拍戲的時候 你也是都很養生 都會煮一些 蔬果的湯 有一半 你在裡面弄飲 那個香味出來了 我實在好想去偷喝 後來KK就跟我說 那是鳳姐的宵夜 你覺得我跟羅巧倫 在旁邊唱多久 就希望你有喝不完的湯 可以唱風的一彎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食材新鮮 然後都把它彈下去 然後有一個白骨 然後有請朋友 弄一個幫我熬一個排骨湯 然後... 骨頭的高湯汁就這樣 帶去你就丟一點果蠣菜 就已經很滿足了 那個湯熬果蠣菜 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不會有負擔 沒那麼油膩 果蠣菜不要煮太多 就脆脆的 對,又很棒 我也是喜歡這樣吃 那個湯熬果蠣菜 很好吃 而且不會有負擔 沒那麼油膩 果蠣菜不要煮太多 就脆脆的 對,又很棒 我也是喜歡這樣吃 好了,下次 這樣後來你如果農家出來 香香湯少一點 那我們就先自首 這是我跟羅巧倫投資的 我來煮比較大鍋 然後全部的人來分享 其實鳳姐經常帶東西 跟大家分享 所以跟你拍戲是愉快的 然後身材也不會走真 因為你對吃非常小心 就是說到了晚上 不吃又不行 沒體力 但是要知道怎麼吃 不能吃這麼多麵或是什麼 壓力很大 男生都會想說去煮個麵條 什麼的 可是女生就會小心 像這個時候 差不多了 一般我們就放米進去 青的米洗乾淨之後 但是今天我們用飯比較快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不然還平常 這時候你飯放下去 青的米放下去 下去拌炒 對,就是拌炒 小火就好 這個時候我們已經用好的飯 這裡面就是大概三百公克的米 再加將近八百CC的液體 可是像我 我是覺得說家庭主婦 然後要對家人好一點 對 八百CC的水 我就大概用六百CC 然後剩下的我就加 也就是說 我現在切的米放下去拌炒一下 我就放水 還放雞精 滴雞精,對 滴雞精把它放下去 這個飯很有味道 而且你知道滴雞精 是那種古法釀製的 就是我們古早時代 媽媽在作讓我們喝的那種 就不會... 不會說有油膩 對,沒有負擔 就是說有的雞精喝起來是... 沒有那種... 特別再加上去看 如果滴雞精就比較軟味 對,而且雞汁的營養都在裡面 但是沒有負擔 香氣都滴的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再加一包 滴雞精進去看 就是說... 滿滿的愛 我可以再加一點點水 對,可以再加一點點水 為什麼要再加一點水 我看到你有蛤蟆、蟹 對 我們也要燜煮嘛 對 這樣 可以 這樣可以了 現在要放下去嗎 對,我們先把它拌過來一下 拌過來一下 用力量這樣子就更好了 我們時間關係來 我們火可以稍微小一點點 好 這個時候我們的海鮮就可以下來了 好 看要放多少 好 好 這個 透抽 透抽 好 蝦子 有人他們還會換黃色的 那叫什麼郁精香 還是什麼 還有薑粉 反正之類的 黃薑粉 之類的讓它紅紅的 那也是一種... 就是要蓋起來 我們現在就要蓋起來嘛 番茄也要下來了 好啊 對 這個時候味道才會夠 好啊,好 漂亮哦 這樣就很厲害的樣子 感覺上你就會覺得很豐盛 對不對 很厲害哦 就算我們今天沒有去餐廳吃 要把所有剩的食材都... 都放進去就可以了 對 這時候我們就把調味料 也可以稍微先下一點點 因為滴雞精有鹹醬 有鹹醬 對 所以也不用太多 好 然後好吃的時候還有這個 好的 斑紅花也下去 好 對啦,就這個顏色 就不一樣了 好 然後黑胡椒也下去 再讓它們一下下 好 好 好的 好,蓋起來了 我們小火 好,小火 好 那在這個當中呢 我們就是說 像這個 如果要去外面 或去上班的人 你就直接這樣帶著 保溫的東西帶著 對,就可以了 就非常好 吃太重要了 吃了好 整個人也漂亮 身體也好 身體也很好 一定的 我如果吃到沒吃 會覺得這樣鬍子鬍子 這樣 對 肚子鬍子鬍子,心情不好 會哦 會,而且就注意力 也沒有辦法集中 然後就搞不清楚 自己到底要做什麼 好 如果說等一下要吃飯 那個心情 看到那種菜 然後就開始心情很好 是 對 所以有的人減肥 減到要有憂鬱症 因為都不吃 都不吃 要吃 喜歡怎麼吃 好吃 還不會胖 還有營養 對 好 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待會兒就把它攪拌 對 起來之後 我們還要放什麼東西 上面再放一點 外國人總是喜歡加這些東西 然後再擠一點檸檬汁上去 是哦 好 我最近也很喜歡用萊姆 那個檸檬 下去泡熱水 然後這樣喝 那對身體很好耶 也不錯 沒有聞到那個香味 這一道料理跟你衣服好搭哦 都很春天的感覺 對 顏色好亮哦 來,放它就差不多了 好,OK 好 撒上一點檸檬原汁 好耶 好 這個時候 巴西里再來一點點 對 漂亮 好美 好 這樣子上桌 好,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上菜了 幸福 真的,賞心悅目 而且感覺不難 真的不難 所以料理放下去煮熟 對 你的番紅... 番紅花 先泡一點水色下 鳳姐,你有感覺嗎 看到這個西班牙海鮮端 就像看到你一樣 好 很充實 然後外在很亮麗之外 然後內涵滿滿的 接下來就是開心的 我整碗都吃 你吃這裡了 好 視覺享受有了 就要滿足我們的味蕾 對啊 然後身體打對 營養也顧到 像你看他 他就是把自己過得很好 再怎麼忙、再怎麼累 他永遠都是光鮮亮麗 只要看到鏡頭上的他 我覺得你就是去印尼當貴婦好了 快了 下一輩子我決定 然後雅惠說 為什麼是印尼 我說你不要看看 印尼那些貴婦不得了 兵鴨、蘇姬、庸人 他們都是一堆的 因為那邊... 可是 阿姊 都可以帶四個母子 不要 他就... 如果老婆漂亮再去了 有辦法平衡 他錢通通給我就好 一定可以 你每天拿光鮮、亮麗 聰明、四季一堆 那邊因為人力沒那麼貴 對 對不對 來,先吃吃看 好 來 其實像有時候朋友來 謝謝阿姬 我們做這樣子的一個料理給他 他也會覺得說 好... 好豐富 好 好,謝謝 我要跟阿姬說 我們今天吃起來 絕對跟外面賣的有落差 有落差 因為外面它只是用水 或者是骨頭的高湯 可是我們的水的這一部分 我們全部用 那個香氣就是不一樣 對 香氣就不同 而且你光讓吃 你會發覺米粒香有 食材的香味也有 然後我們的飯粒 感覺雞湯的飯就是不一樣 綿密 然後感覺吃完有的時候 你如果... 低雞精如果多一點的時候 它嘴巴是會很像膠原蛋白很多 對,我覺得這個口感 很特別是什麼 燉飯它本來就會有一點軟軟 可是你又吃得到它彈牙的感覺 但你一凍的時候 唇齒之間的膠原蛋白 就告訴你說 好豐富、好營養 這樣最方便 吃一吃營養都吃進去了 對 然後又美味 是的 一個工 一個工就好了 其實不用... 不說很工的 對啊 我們要吃的東西攪拌好 我們要做好就炒一下 其實半個小時以內就可以上桌了 我們一般去餐廳吃的時候 通常都要等很久 可是如果今天是我們家人 我們用我們自己最愛吃的食材 這樣去做你就會覺得好開心哦 料理者很用心 那這樣子如果說 我其他炒菜部分 如果要炒高雷菜 有一個爆香之後 然後或是我要煮加其他東西 人家要用高湯 高湯我會用低雞精的 可以啊 有時候我們在炒雞菜的時候 是嗎 炒一炒到要起鍋之前 我們會加一點米酒 但是你把米酒換掉 用低雞精 你連剛剛的調味料都可以省掉 那你意思就是說 那我先喝一半的低雞精 另外一半就來作料理 用麵線 也是故意啊 沒有,如果有人比較 精打細算的人 是 至少就是說我一包 我要吃到它的營養 跟它不同的口感 對 也是可以 像這樣子低雞精 我們把它倒出來這樣子 一整碗的時候 你看哦,它這裡面 很清澈 都沒有任何的脂肪 而且重點是什麼 你放在那邊沉澱很久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它會堅塗 像果凍一樣 那就是膠原蛋白 所有的女生要的就是膠原蛋白 沒錯 阿姬,我跟你說哦 好,跟你說 我很愛喝這個 你看,我用手指頭告訴你 好 斷 斷 斷 噴皮咬,你看 對啊 我們都不用靠什麼外在的 就是吃把它吃好 然後底子好 不容易感冒 精神好、體力好 對 對不對 我們上個禮拜回去看我媽媽 我媽媽她感冒 沒什麼食慾 然後我女兒就跟我說 媽媽,我們弄午餐給阿嬤吃 我說 那我出去買 你陪阿嬤聊天 結果我女兒說阿嬤已經不想吃飯 你就弄一點他想吃的 我再想半天 但是我有帶滴雞精回去 我女兒把高麗菜洗一洗 她用剝的 對,高麗菜 她用剝的 她說不要用切的 用白一塊一塊 散開了 還有一點點脆脆的說 把滴雞精倒進去拌 我媽媽這樣一盤吃光 對 那時候我在旁邊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我女兒比我用心 用心 然後媽媽是開心的把它吃完 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媽媽疼我 我疼女兒 女兒懂得孝順阿嬤 你教得好 來啊 謝謝阿姬 謝謝 恭喜啊 真的 那當然就是說 像剛剛那個會照顧阿嬤 弄個滴雞精、弄個蔬菜 或是再加個麵線 都是非常好 因為其實像溫補的食補的當中 滴雞精 我覺得它是一年四季 其實它都很適合 它都可以 非常適合的 而且也不用分年齡 對 加熱就可以 像阿嬤精有時候 時間通告排得很滿、很累 那你就可以有 我們都會有保溫杯嘛 你就放個熱開水在裡面 滴雞精就帶著 在裡面蓋起來 那你可能到現場的時候 打開一喝 熱的 元氣有了 精神有了 而且注意力集中 你就會發覺 你今天一整天 頭腦都是... 失去非常清楚 大家在喝酒的時候 你的抵抗力也比較好 對 就是很簡單 就可以照顧自己 因為看我們節目以後 你就更清楚了 祝大家都是健康又美麗 然後男的帥 好,最主要是要健康 對 好不好 謝謝你了 謝謝鳳姐 謝謝 那有時間呢 我們去走動 人就是要動 然後如果能流流汗最好